你好 點新聞記者 想問有報道指說 港車不上其實是比較難去預約驗車的 跨境車在內地其實又未能夠回香港 在疫情之下是沒有回港驗車的 如果開車回來就要即時去拖車 想問當局有沒有注意到相關的問題 會不會有些措施去協助兩地車的司機 第二個問題想問有沒有立法會補選的消息 有傳聞指說會有更多的議員辭職 是否真的? 謝謝 港車不上是 現有的制度當然是要有配額制 而有關的運作 目前來說我們看到大致上是暢順的 對於一些小環節 我們希望盡量跟有關單位討論 令到整個過程裡大家都更暢順 這個我們會和內地不斷探討 看看有什麼在環節裡面 有些小問題出現 我們盡量大家合作去處理它 但是港車不上是不需要配額這個制度 我們是現在積極跟廣東省溝通的 我希望盡快我們可以落實一個大家都同意的方案 讓港車不上是更加方便 這也是符合兩地政府的共同目標的 我們只有一些細節是大家在商討的 至於立法會聽你說 有這樣的消息我聽不到 就是說有議員有任何在這方面會離開崗位 這個我聽不到 這個我都希望你澄清一下 讓社會更加清楚 我們對於現在有空缺的實際情況 都會按著法律所規限的原則去進行 摻擺擺的寶寶